有一次在被记者采访时,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如是说,不得不说,这句话背后,是深深的智慧,和作为平安创始人,对平安深沉而以性的爱。 也因为如此,马明哲带领的中国平安,成就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奇迹,从13人,到今天的140万代理人队伍,从岌岌无名,到今天的世界500桥第39位,平安只用了30年,这30年,平安也一直在创新的路上快马驾鞭。 2013年,中国保险会批复同意中安在线财产保险开业,这个还没上市就估值800亿的在线保险公司。 三大股东分别是蚂蚁金服、腾讯和平安保险,也就是说这家公司是马云、马化腾和马明哲合开的,这是马明哲第一次和马云马化腾比肩而立,之前,马明哲低调的让人甚至无法理解。 即使在面对6600万年薪的质疑之时,马明哲也并未公开发声,这背后,是马明哲做事的一贯逻辑,把精力聚焦于公司的快速发展上。 至于其他的,甚其自然,马明哲做事很快,在金融领域,马明哲之前的行为,一直是不被理解和看好的。 但马明哲的厉害之处是,当别人看好了认准了去做了的时候,马明哲已经做好了,然后收获成果。 马明哲的鬼人,是原更18岁高中毕业后,马明哲下乡当居清。 回城后,他先被分配到阳春18家水电站,后被调到深圳舌口,从劳动员市处做到社保公司的经理助理。 一次工业区开会,社保公司经理不在,马明哲带着参加。 讨讨论中,原更记住了马明哲的名字,后来,马明哲建议原更,成立一家保险公司。 在原更的支持下,有了平安保险,但平安保险不好管理,因为招商局是更大头的管理负责机构。 马明哲开始股券改革,让原更集体持股,平安职工和股基金公司成立。 马明哲人董事长,实现了真正的掌权。 后来,工行、招商局、中院集团先后退出,伴随着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和汇丰银行的入股。 同时伴随平安推出的原工持股计划,马明哲用了15年,掌握了平安掌门人的权账。 高校的公司管理马明哲年龄不小了,但在公司管理上,心态很年轻。 资本运作上,平安做了三件大事,与摩根的合作,解决了发展综合金融最需要的资金问题。 与麦肯锡的合作解决了组织过于膨胀,分散之后的协同管理问题。 与汇丰的合作,完成了综合金融的全产业布局。 人才管理上,马明哲的理论是,河水湍急,我们为什么不请懂的人搭坐桥,帮助我们过河。 查约平安的高管清单,国外人才占比在60%以上。 综合金融的前瞻性1993年,马明哲提出,做综合金融,朝金融控股这条路走下去。 没过几天,国务院就颁布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。 明确对银行业、正确业和保险业,实行分业经营、分业管理的原则。 监管部门对平安的要求是,没有完成分业前,不省批新的产品和分支机构,拖到了2002年。 国务院批者中信、光大、平安为三家综合金融控股市点集团。 至此,平安保险在综合金融的道路上一往无钱。 银行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、基金、信图、租赁。 此外,平安保险还成功的吞并了三家银行深圳商业银行、东亚银行、山巴展银行。 平安银行的成色,在刚出现时,成为城市的热门话题。 行业领军人物的形象,2018年,平安成立30周年。 平安的庆典,几乎简单的令人惊讶。 马明哲的讲话主题是,我是一个保险推销员。 即使在世界500强中排名39位,马明哲对平安的定位,也依然准确而低调。 保险推销员,这五个字,永远是中国保险从业者的代称。 同时,平安的三村工程也开始进行,扶贫先扶质,村官、村医、村交。 平安在慈善上,做得很踏实。 2018年,立健成为平安代言人,单曲懂得,很好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